大家好,我是你们的Pig Brother,朱迪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搞笑喜剧科幻电影《飞天法宝》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 这个看起来像垃圾厂的房子就是男主的家 他是一个大学的化学教授 同时还是一个机器人制造专家 每天早上给他做饭的就是机器人 而天上飞的这个机器人就是男主的助理威宝 威宝是一个报废的高压锅改造而成的 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男主的日常生活 提醒男主的工作日程 因为男主总是因为工作而记错时间 这天男主突然来了灵感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经过几天废勤忘食的研究 他的实验室爆炸了 更糟糕的是他又忘记了今天是他和女友的结婚日 事实上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忘记结婚了 这次女友的心被彻底的伤透了 但男主还浑然不知 因为他的研究成功了 就是这坨绿色的胶状物 他似乎拥有生命 还能跟住男主的指令任意的改变形状 而且弹性十足 轻轻的扔出去就能弹一个小时 第二天男主带着歉意来找女友解释 但女友已经彻底的伤透了心 根本不听他的解释 男主就拿出自己研究的东西给女主看 他给这个东西取名叫做飞天法宝 但这个飞天法宝并没有配合男主 此时大凡派老王出场 老王是一个黑心商人 他派人偷窥了男主的实验室 而男主此时已经改良了飞天法宝 把飞天法宝和护手霜混合在一起 然后涂抹到保龄球上面 只要轻轻的一扔保龄球就能直接弹出实验室 然后男主还配置出了弹力水 只要把弹力水喷到地面上 人踩一脚就能弹到天上 最牛逼的是男主竟然把飞天法宝改装到了汽车上面 只要他加一脚油门汽车就可以无重力飞行 他决定开着自己的汽车去找女友道歉 但他却意外的发现了自己的死对头威尔森也在这里 威尔森也是一个化学教授 但他处处和男主作对 而且非常的卑鄙 总是剽窃男主的研究成果 很明显威尔森也想追求女友 这让男主非常的不爽 他想追回女友 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 他把飞天法宝涂抹在了学校篮球队队员的鞋子上 结果学生们个个都变成了乔丹科比 就连运球都快的精神 但这并没有让女友回心转意 晚上回到家男主落寞的身影让威尔森很难受 于是他单独跑到女友的家里 告诉了女友男主的内心是真的喜欢他 最终在威尔森的努力下 男主和女友终于和好了 两个人开着汽车在天上飞来飞去 毫不惬意 但幸福总是短暂的 很快老王再次找到了男主 他已经得知了男主的发明 他提出购买男主的发明 否则的话就关闭男主的学校 男主当然不会向老王屈服 就拒绝了老王 但很快老王就派自己的手下潜入男主的家里 他们破坏了男主的实验室 到处寻找飞天法宝 还一棒子打坏了威宝 等男主回家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而且因为损坏严重 威宝已经无法修复 但威宝在损坏之前给男主留下了一段影像 原来威宝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像女友一样的女人 那么都不可能了 男主默默地拉起女友的手 他们决定报仇 于是两个人找到了老王 并且假装要卖自己的发明 但没想到老王并不打算购买 因为他们找到了威尔森来破译男主的飞天法宝 没办法了男主和女友决定使用武力 他们用飞天法宝涂抹在手上打败了老王 女友也用一记还我飘飘拳把威尔森打成了脑震荡 最有意思的是飞天法宝最后弹进了威尔森的嘴里 就在老弟以为威尔森要变成个绿军人什么的时候 他竟然一个屁把飞天法宝帮了出来 最终男主和女友打败了老王拿回了飞天法宝 在电影的最后男主重新制造了一个威宝 并且和女友结婚了 不过是通过视频结婚的 因为男主真的是太忙了 女主也很理解男主 随着实验室的又一次爆炸电影结束 其实本片上映于1997年 但即便是放到今天来看 它仍然是一部不错的喜剧科幻电影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你也拥有了飞天法宝 你会用来做什么 如果是老弟我的话 我就抹在鞋底 这样我就可以跑得快跳得远 你想想这样一个月下来 我能省好几十的公交车票钱 哇我真的是太机智了 那么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有喜欢的同学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我是猪电一只爱看电影的猪 我们下期再见